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并不陌生 他们曾经席卷全国扫平天下 至今在东方帝王谷内已留下世间最宏伟的帝王陵 但是秦人最初并不生活在关中地区 他们来自何方 他们是一只怎样的部落 他们为什么能在逆境中求生 在战争中不断壮大 最终崛起 两千多年过去了 很多历史的细节和真相 隐藏于远古的黑暗之中 秦帝国在中国文明史上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两千年来 我们对秦国以及秦文化的了解 也仅仅局限在历史的文献记载上 自从1974年陕西临统兵马俑发掘之后 所出土的考古资料震惊了世人 这样才把一个鲜活的强大的秦帝国 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秦人在建立秦帝国之前 还有五百年的发展历史 那个时候秦人并不生活在关中 那么秦人 那个时候秦人是一种始绵的生活状态呢 长期以来 考古学家们不断地寻民秦人早期的都城和陵墓 《史记秦文记》记载 秦人最初生活在东海之宾 属于东夷人的遗址 在商王朝时期备受器重 他们被举足前往西北边陲 为商王朝抵御荣敌一族和正在崛起的周人 然而木野之战 商王朝倾富 秦人沦为周人的部族奴隶 废姓爵寺 出过了最黑暗无光的数百年 2009年 一支专业田野考古队 来到甘肃省清水县 李牙古城园遗址 遗址位于县城西北 渭河之流 牛头河与繁河的交汇处 北一归山 台地发育良好 符合建立城义的自然条件 面积14万平方米的地表 移存大量钞片 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十余座西周中晚期的墓葬 即三十余座周代回坑 其中 墓葬为东西巷 直支葬 于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贵族墓葬习俗一致 部分陶器具有显著的商代风格 据此推断 这批墓葬很可能是早期秦人 嬴姓宗族的遗存 清水里牙遗址发掘的西周时期的墓葬有十九座 都是养头向西的养生直支杖 跟春秋时期的秦的贵族墓 殷秦宗史的贵族墓葬 葬式是完全一致的 年代又是西周中期 和周孝王分飞子与秦的年代 西周中期也是吻合的 同时呢 里牙遗址又是牛头河流域 这个流域的规模最大的遗址 应该是这个流域当时的一个中心 从这几方面来说 我们认为里牙遗址极有可能是 飞子的封印 当时周孝王把飞子分到了这个地方 秦飞子是秦部族发展史上 极为关键的一位首领 在千居西锤的数百年里 秦人和当地游牧民族相处 学会了一项重要的本领 羊马 羊马技术最出色的 就是族人首领的年轻儿子 飞子 他的名声甚至传到浩京 周王室命他建立国家羊马场来繁殖马匹 飞子不负众望 在他的精心培育下 成千上万匹骏马 浙壮成长 千水和渭河一带草原上万马奔河 成为周王朝最重要的战马攻击地 为表上次 周王朝封飞子为周的附庸 画出一块叫秦的方圆五十里的土地 让飞子去建立自己的诚意 经历了漫长的黑暗 秦人终于迎来了曙光 周孝王把飞子分在秦义 是秦人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说秦人秦王朝秦国 这个秦得名于哪 就是得名于这个飞子受分于秦 义在古代有都义的意思 也有聚落的意思 是古代的一个居民点 同时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政权的一个分支 按照西州的这个礼制所规定 这个贵族呢 他是应该有自己采意的 那么秦妃子能得到这么一块分意呢 就是秦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地 因为他毕竟有了自己的地盘了 不像早期呢 按照这个秦华家所记载 他是参加了叛乱 被前夕过来 那么他可能没有这么一块固定的根据地 他就咋处于这个荣地之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 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 占过秦木遗址 出土了七幅珍贵的 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 上面绘制了详细的河流走向 标记了春秋以来 秦人在天水陋南一带的主要活动范围 甘肃天水和陋南地区水源充足 草地广阔 适于放牧 实际上直到今天 陕甘交界地区的森林草场 仍然是有一定规模的羊马场 魏河及西汉水一带不仅水草风貌 而且当地的草滩河水富汗盐分 实在 李县岩关城内鲁池 广阔石域掌 池水浩瀚 四壁未咸 四食不和 因马于此 力剑肥壮 草滩盐水为牲畜的健壮成长 提供了养分 这大概就是当年秦妃子养马 大获成功的秘诀 甘肃青海等地生产核曲马 它是我国三大马种之一 据考证已有三千三百年历史 核曲马体格健壮 耐力强 速度快 适合板车 也适合骑乘 秦人从游牧部落古枪人那里 得到了合曲马 运用于军事 训练阻织起强大的车兵和骑兵部队 实际章一传记车 秦马之两 荣兵之重 探前绝后 提前三巡者 不可成树也 这句话描述秦军 无数战马奔跑起来 前后提前一跃而过 差不多七米远 可见其矫健有力 腾跃如飞 在狼兵骑时代 骑兵就是陆战之王 秦军正是凭借这样的优势部队 崛起于西锤